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另外呢我们还要带您到巴黎的观音三下来看世界级的建筑资美 我们看到的是单下建三所设计的圣星旅周 好 欢迎今天的来宾风水专家林振一老师 大家好 还有建筑师许玉明 还有财因专家黄世聪 以及韩竹一起加入我们的好论 好 首先我们带各位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小坪树的房子 小宅 小豪宅是不是又重新崛起了呢 但是我们先带各位来看一下 房市七成的买组年薪是不到百万元 过去大家讲说我们这个首购族 或者是年轻的族群的话 买不起房子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话 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房市有七成的买组 居然全部都是首购族 我问一下两位 你们觉得目前的房地产景气 到底好不好 好像感觉有点回温了 看房的人多了 对 那个市场去年 大家来说是个解冻 为什么说是解冻 如果以去年的这个成交动数的话 是26.6万 其实比前一年 2016年成长了8% 大家想说 不是房价往下修 结果成交量出来了 成交量出来 到底出来在什么地方 我们很仔细的去帮大家推敲 事实上是呈现一个M型化 什么叫M型化 如果2亿元以上的豪宅 去年成长了7% 也卖得不错 对 卖得不错 但是1000万以下的 尤其是500万以下的 卖得更好 卖得下下叫 所以他告诉你什么 现在就是我们先 豪宅我们买不起 所以我们不要看 但我们看的是 我们可能买得起的 现在有几个市场的趋势就是 第一个低总价 再来就是低频数 再另外一个就是说 低于市场的行情 叫做3D 尤其我们来仔细来跟大家推敲 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说 2017年我们用这个贷款 贷款的话你就买房子 你又一定要贷款 贷款的话我们就去分析说 到底是哪些人去贷款 我们赫然发现到说 你看 如果你看 年所得未满60万以上的 有38% 也就是说去年的买物组里面的话 38%是这些人 他们的样本数有多少 5.6万 也就是说事实上他们的薪水是 他们家庭的收入可能不到60万 但是他还是这样去买房 但他贷款的话 他一定买的就是比较小频数 你看年收入这么低 另外一个 60到100万的话 他大概是占所有有效样本 中间的30% 也就是告诉你是 去年的买房的主力来说的话 他的年收入 尤其是这个两个相加起来 大概已经是接近7成 他的年收入可能是不到百万的 你看年收入不到百万的话 那就不要告诉你什么意思 他一定买的就是 买的就是小房子 所以去年为什么这个房地产 整个景气会好 因为小房子卖得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状况 如果按照这个房仲业者的一个统计来看的话 扣除掉双北市 双北市以外的地方 他们购屋的平均的一个价格带的话 总价大约是在800万左右 800万左右 双北市我在猜 就是双北的话 应该是新北市 大约就是在1000万上下 我问一下世聪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房屋 购屋的一个总价来看的话 这个价格带的话 是不是一般的这所谓的双新家族 可以负担得了 对 如果以台中的话 是有可能负担得了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你买房子的时候 当然你要第一个 投期款这个付下去 第二个就是说 希望你的这个缴利息 或是不要超过你的所得的三分之一 如果用这样去算的话 如果未满60万 如果你三分之一的话 一年大概用20万去缴你的房贷 我觉得那在中南部是负担得起 但是你说在北部负担得起 负担不起 因为如果以我们之前有个统计数字 就是台北市双北市的话 如果我们佳季 以平均房价来看的话 你大概一个月要缴了 你的所得中间的50%到60% 你要去缴房贷 如果你买房子的话 平均房价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统计数字 我认为说很多都是在中南部 买得非常多 我们举个例子 因为建商也很厉害 他一定闻到市场的气氛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很多的台中市 或是南部推出的建南都是什么 单户多套房 什么叫做单户多套房 也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一户里面 他原本设计是 可能要给一个小家庭 但后来发现他说 糟糕 我用小家庭 我卖不出去 那我知道改变设计 改变设计就是里面 有非常多的套房 这样子是第一个 我可以如果有投资哥 要投资的话 我愿意给他投资 再来就是说 我可以把它切割成 很小的部分卖出去 意思是同一个门牌吗 同一个门牌 同一个门牌 或是同一户里面 然后他把它切割 或是把它隔开这样一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 包括说在台中过去的 台中车站这边 还有这个弹子加工区 这边有很多这个 还有八旗充画区等等 很多都是这样 但如果我们仔细再去分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中南部的话 很多现在投资客也慢慢出现 为什么投资客也敢出现 因为价格低 我举个例子 像台中市 台中市有很多知名的商圈 像逢甲商圈 一中商圈 这些商圈的话 里面的学生非常多 还有东海商圈 学生很多 学生很多的话 那种小套房一户的话 你少说可以租给 大概5000到8000 5000到8000的话 如果你台中市的那种小套房 有了一间房子不到100万 不到100万 你5000到8000 你的投报率是5% 那算很高 很高 所以为什么 他们要推出这样的房子 因为第一个 很多如果年轻族群买不起的话 你如果愿意跟人家一起来 买这种小套房的话 可以买 另外一个就是 投资客他也会愿意去买 所以这种台中市的 单户多套房 为什么会兴起 就是因为这样的趋势已经出现了 这样子是不是看起来的话 那个所谓的单户多套房的话 他的伸缩空间变大了 就变成进可供 退可守 对 我如果负担不起 这个所谓的贷款的话 我其实把其他间 把它拿去出租 来养这个房子的话 基本上是合理的 而且刚刚讲投报率5% 你知道放银行现在是负利率 对 负利率 对 其实现在银行的投报率 这个所谓的定存利率是1%多 但是我们的CPI是1%多怕 所以的确是实负利率 所以对这些年轻人来讲 为什么他会愿意去买 这种百万的套房 第一个我住进去 如果我真的要自住的话 小家庭两个人去住也OK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就是 我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投资工具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投资工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南部的话市区的套房 大概都是在100到180万左右 所以他们就愿意进去买 为什么这个价格 为什么他们愿意进去买 因为说实在 我们看到这个房价又在往下揪 很奇怪 这种小套房它反而不跌 它反而还略微往上扬升 大家想为什么会这么奇怪 因为你用投报率来看 它投报率是5% 你这个投报率是5%的 跟投报率是1%的 请问你会先砍哪一个 你会先砍投报率1%的 所以高房价反而高单价 反而往下跌 但是这种低单价 它的投资价值就出现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过去如果我们统计一下 过去5年的时间里面 政府打房的结果之后 他反而是房价往下修 但是房屋的租金在往上涨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很奇怪的状况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 包括说什么租赁专法什么 都要求说你房东一定要 让你的房客去报税 所以这些很多的 所谓过去的费用里面 它会反映到房租上面 所以房租是不断的在往上涨 所以我请问两个专家好了 你会买一个房租在往上涨的 还是会买一个房租在往下跌的 当然是往上涨 所以反而是在中南部 反而是这种小套房 百万级的套房 现在是大家抢着要 不过刚刚侍聪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台中地区 尤其是在这个学区附近的话 他们的租金行情 以及投报率非常的高 我们给各位来看一下 台中大学附近的话 学区的套房的投报率 总价大约是在100到180万 寒阳台以及 大部分是在6到9坪左右 但是它的租金的话 大约是在5000到8圈 投报率大约是在5% 5%很高 这会不会是在台中 那北部地区的学区的话 它的投报率有那么高吗 北部地区的投报率 来讲相对是没有那么高 其实来讲越南部来讲 投报率是越高 跟这5%多其实还是算少的 是因为最近房价涨了 不然来讲 你其实现在比如说想成大 然后再往南部那些雄大之类 这个基本上都还有6% 7%都有 但是现在房价涨 不然以前还有8% 9%都有 现在还有在涨吗 现在跌下去的话 应该是更高的吧 最近这10年已经涨很多了 不然以前的 就是说这种投资学生套房 是非常稳赚不便宜 而且它的 因为租金套房 套房的租金大概就是 你不可能太便宜 你随便也都有4 5千 可是你想 现在还是4 5千 可是房价已经涨很多了 你看那未来的房价还是很多 那我们像台北来讲的话 相对因为房价就是比较高 但是租金其实就是一样 学生能够负担 大概就是5千 8千 就大概在这左右 所以租金量相对就是比较低一点 像这个我们有三个大学 像淡大 府大 北大 它总价其实来讲 都大概在这个范围左右 淡大是比较便宜 100多万到300多万 所以它其实 它的租金投资相对也比较高 对 然后你越都市的 其实就会越少 像府大来讲 它的投资大概3点多 北大其实也是在讲 三峡 北大 其实照道理来讲 它不应该投资 对 但是因为那边的房价 因为那边也算是一个 蛮好的一个投资区 新兴社区 规划是确实蛮不错的 所以它的投资是相对这样 那 府大为什么也可以这么高 是因为 它其实旁边不只是租学生 它其实有时候 因为它旁边有一些工业区 其实工业区 任何一些工业人 上班族 租金其实也蛮付得起的 所以大概越北部越都会区 其实租金投资 相对都是比较低的 我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话 它虽然是低总价 我能够门槛是非常的低的 但是问题是说 我买来了以后 我即便有那个投报率 但是我要转手的时候 它会出现困难 它接手的意愿的话 可能就不会那么高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就我自己养了很多很多的 小套房这样子 但是我转手转不出去 幸好是养套房 怕你讲养小三 是套房 套房绝对没有问题 你不用怕被套住 过去以前像这种什么两房一房 其实我们在看来是票房毒药 可是现在不景气 然后现在只能打房打成这样 其实反而是这种一房两房 反而是现在市场上的明星产品 因为像最近也有统计 就是这个百万 这个去年来讲 大概七成以下都是这种 年收入在百万以下的 那这边买什么 就是买这种一房两房 对 这种就是基本上 你看支配款 比如说300万 300万它支配款 套房层数没有那么高 可能带个七成或六成 你看它三成 大概90万 90万它就可以先拥有一间 自己的房子 再加上现在目前的 这个房贷率率很低 所以它租其实非常好 你看100 如果说它是带210来讲的话 它一个月 一个月交起来其实很便宜 还蛮轻松的 这大概1000多块的利息而已 你如果两年的 那个两年的宽限期 前面两年大概是1000多块 然后现在的贷款的年限的话 也增加了30年了 也可以延迟到30年了 所以现在手购组来讲 虽然说景气不好 到底有没有人在买 还是有 就是这些手购组 反正便宜来讲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些手购组 还是非常的可以接受的 韩祖你现在是租房子 还是买房子 我就想起来 我当初刚出社会的时候 就想说房租一定要神神神 然后我就看到找到那种 三四十年的老公寓 那它就是房东是一个60坪的房子 然后把它隔成8间 我就看到8间 每间都是8000块 只有我那间 只有一间是6000 那我当然选6000了嘛 但是进去之后才发现 那个格局很妙 它是7个房间围在外头 围在外边 然后中间有一个 完全没有对外窗的 那个就是我房间 就是6000块 所以完全没有对外窗 我到夏天的时候 我在房间里 那个打电脑干嘛 然后呼吸的时候 结果我的气窗上面 全部都是我的气 然后我每个朋友都跟我说 刘晗竹你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然后说你这样子啊 讲风水这些就是行而上 就可能苦语会不好 那如果讲科学一点的话 当然就是真的住了不舒服 太湿了嘛 然后所以我就租 通常签约签一年 我连一年都没有租满 我就宁愿赔给他一点违约金 我还是搬出去了 这种其实我有很多经验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念完大学之后 我就在北部嘛 我是嘉义人 所以我租过很多房子 各式各样的房子我都租过 像我曾经去看过一个房子在 我不要说在哪里 在穆扎那附近的一个什么叉叉社区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那个房子你看就不对 为什么 它那个整个地板就是不平衡的 你丢个弹柱下去 它大概会这样滑过去 想说住这个地方 很便宜很便宜的价格 但是我想说 住这个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也没去住 后来我还去看过一个就是 在这个林口那附近 因为我后来租房子租林口 林口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比较 它算是两人的那种小房子 然后它进去是怎样 门一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洗衣机 就是洗衣台那个门 那个门的话也是一个门 另外一个门 后来我请教很多人 很多人就说这个是穿堂萨 你千万不要去买 后来我想对 我们宁可信其有 尤其我们做股票的比较明信 想说我就不要去买那种 不要去租那种有穿堂萨的 那种的房子 我还看过一个什么 就从这个我看网路上 那时候我在住木炸的时候 我网路上看到说 怎么有这么便宜 那个房子大概是13坪 13坪然后他说他在顶楼 顶楼我想说顶楼很便宜 然后他那时候的话 13坪因为我跟我妹要租 13坪她说一个月大概1万块 13坪很便宜 我就跟我妹去租 然后看那个网路上PO的照片 都很好看 那我就进去里面看 真的很漂亮 我晚上去看 真的很漂亮 结果那天晚上他就一直跟我吹 你快点 你快租 你租下来我给你租9千块 我想说老板都这样讲 那房子格局我也还满喜欢的 那我想说好 那我就赶快跟他签约 那天就签约了 签约之后 后来我隔天早上我去看 他会昏倒你知道吗 因为我那个房子在顶楼 顶楼 然后我从楼下往上看的时候 那个房子外面就看到砖块 也就是外面没有把那个水泥墙 把他敷上去 他外面他就是砖块裸露在那个位置 裸露是工业风 对他工业风 对 我一开始如果现在 那时候还不懂 对 现在流行工业风 我会觉得很赞 这个真的是一个前卫的住宅 可是因为他是用砖头空起来 他外面没有用水泥把它封住 结果那时候造成一个什么状况 这个夏天 会漏水 对 夏天的时候 这个台风来了对不对 外面这样风吹 雨打 因为那个台风来的时候 是雨是这样打的 这样打的时候结果你知道 我的房间在哭泣 那个墙壁上一条一条的水汁这样 水汁 然后如果你是那种 如果你是那种滴下来 还可以去接 但是这个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它就流的 对 你就要一直擦 整个晚上台风我根本不敢睡觉 冬天的时候也是一样 冬天因为我的房子 因为我妹就是那个 我想说这个房子不要给我妹住 我就住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就弄一个床在 靠在那个墙边 结果你知道我冬天在睡觉的时候 那个风还会吹 从我的脸上吹过去 用吹进来 所以就觉得说真的 租屋很多妹妹嘎嘎 我们都要非常小心 所以找到比我还烂 其实不是只是看那个什么 租金的行情 房子里面的格局的话 其实非常的重要 但是其实说实在的 现在一般的小房子的话 根本不管你格局到底是怎样 了不起就是17坪 你能够没有什么穿房杀吗 尤其是小宅里面通通 什么都在里面的 我要怎么去避开这些杀 比如说刚刚讲的说你一开门就看到 这个洗衣台对不对 那如果一开门看到炉灶这种怎么办 这人家其实也还蛮敬会的 甚至他说可能会破财 甚至是招来烂桃花 或者是厕所跟这个炉灶相对 门对 香气对的这个臭味 因为空间太小的关系 所以他的这个浴室的话 会设计在厨房旁边 所以一旦开门的时候 两边其实是互通的 这气味相融 你炒菜的香气跟这个嗯嗯的 这错味就在一起了这样 所以也有人会说 这样的状况很像会很容易吵架 这也是一个风水的问题 可是怎么必啊 如果我的房子就这么小 就是这么小 我没办法改它隔绝 而且又租来的那怎么办呢 我们进门的时候 如果厕所对着 刚才讲对着那个门 那改善的方法 因为你们空间很小嘛 对 炉灶对着什么 你就抽风机 你家的抽风机跟 如果你要省电就跟电灯分离 然后你就整天把它开着 因为那抽风机大概 一台大概一两千块 就大概用一年坏掉 你可以换一下 但是它气流因为它往上抽 那厕所的气不会往外飘 它会往内走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会厕所的晦气 跑到你的屋子里面来 所以这是一个解决 在厕所里头装个抽风机 对 那如果你是买 买这种小套房 那我们基本上 不太希望你开明火 因为明火一炒 你其实你空间不大 那个除非你的抽烟机 非常的强 你可以就像那个铁板烧 那个速度 它可以抽掉所有的烟 所以基本上你大概就是 能够问一点东西 因为你如果要像这个 这个传统式这样炒菜的话 那当然会影响 如果你不这样做 那当然就不会影响 不是说位置摆在哪里就错误 而是你使用上 有没有就是去炒 你要的好的这个气场 所以它其实基本上 还是有科学的原理在里面 那为什么不能对着灶 就是为什么不能对着灶 以前的灶 你要知道以前的灶 它是一个大的灶 它是在地上烧的 可是现在都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的炉 没有古代的这个问题 古代因为它那个灶 烧的时候地上的热量 它会产生磁场的变动 我们知道磁场只要经过770度 它就会没有磁场了 或者是那个震荡频率太高的时候 它磁场就会减弱 那现在的灶是开口 所以它没有一定的磁 以前的灶有灶口 它会有一定的磁会影响地磁 现在几乎没有那么严重 而且现在都很多都是用 还不是用瓦斯 都是用电炉 电炉 所以就没有关系了吗 这个就等于不止了 没有那么以前的那么忌讳 所以这就还好了 对 但是厕所跟炉灶这个就有比较机会 厕所那个气味你就往外抽 往外抽就好了 对 那另外还有那种呢 如果镜子对着床的这种 因为现在是小空间嘛 所以很多都装镜子啊 镜子对着床 你要加一个拉链 拉链 就是一个窗帘一样 你说镜子这边装拉链吗 装一条 不是 多一个布把它盖起来 把镜子盖起来 睡觉的时候 好 那我告诉你 这个影响会比炉灶 还有刚才厕所还要严重 比厕所还严重 当然 因为你休息的时候 你的灵魂是出去的 那现在的镜子比以前的镜子强 它进来的 它要回到你身上的时候 它会是撞镜子 它可能撞了好多次 那那个时候你是在做噩梦 或者是在昏睡 所以通常镜子是跟灵魂有关系的 真的 就是你出窍 你出窍的时候要回来的时候 撞镜子 那老师这样惨了 现在很多小空间 为了要让空间看起来大 通通都 他们其实全部都装满了镜子 韩主就住过这样的房子啊 对不对 对 因为特别是 我们在租小套房的时候 投资客通常最容易买小套房 他为了让他的套房看起来大一点 通常他都会装很多镜子在里头 几乎四面都镜子 其实刚推进去的感觉是蛮好的 反射来反射去一定会照到的 你不要照到床 你照到床 那个睡觉是品质很差的 那后来怎么办 然后后来我就看到都是镜子的房间 我就想说那个一定要拿下来 因为当然老师有提醒我们 这些跟于风水有关的东西 这要注意嘛 那另外我觉得 从很科学的角度去看 就是你一开始看到一大堆镜子的时候 你晚上突然醒来 看到自己 你会吓到 不是说我卸妆太丑 是说真的看到人会吓到 韩主自己都会吓到自己 然后呢 还有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家居 日常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你镜子多的地方 你打扫不容易 因为你的指纹什么什么都会容易粘上去 所以你的房子看起来也会觉得说 镜子本来要让你更通透更漂亮 但其实并没有 不管风水或科学上 我觉得真的都不好 真的 你可以在没有照到床的地方 加上去是有空间感 但是床真的不要加这个 就是有床的地方最好就不要 镜子不要照到床 那床对到门呢 对到门怎么办 这个很多人 还有一个就是床的后面 现在其实有一些空间是这样子 它为了采光的关系 所以它的床后面是窗户 对窗户 然后另外一个床的正前面的话呢 是门 对到大门 你先讲你的床头的后面 最好就是说侧面来光没关系 不要正后面来光 正后面来光的话 基本上因为我们的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希望是那个 你的退夜技术多一点 所以这时候光线进来 它会干扰你的神经 以后年纪大的时候 就会神经衰落 因为它会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那个 白天黑夜 生物时钟会乱掉 那这个时候会造成了很多 你的这个错觉 所以以后你就 跟大自然就变成断线 是一个不自然的状态 那我装窗帘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你有想办法 如果是窗 那你就晚上可以遮光 好一点的麻辣枪 可以活动的使用 对门怎么办 对门的话就基本上 因为我们人睡觉的时候 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前置印象 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前面有个门 那会造成心理上的就是说 万一有小偷进来 或有人开门 你会有一种不安的一种 会紧张啦随时 所以通常我们也不建议 就是说如果能够就是不要对门 就不要对门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而且你如果在传统的 那个老人家里面 他认为我可能要死亡了才会 被抬出去嘛 以前人家都抬出去啊 会对门不好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 对啊 你现在也是这样说 那怎么办呢 通常你可以加双个门 就比如说外面有一层 你会比较安定 床位加一个屏障这样吗 对 那你如果是外面的门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套房 是很小的 所以你可以装一个内门跟外门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你的安全感会比较好 那我用那个帘子呢 门上加帘子啊 门的这个地方 对 装那个 帘子也可以改善一些 对 因为有时候爸爸妈妈会想说 我儿子睡了没 我女儿睡了没 要来检查一下 你睡了吗 然后门打开 也是会吓到人 那如果说是小 像刚刚讲的 我们这就是小坪树 它就真的只能这样一个格局 会不会真的在租货 在卖的时候 真的比较不好卖 请问一下我们执行长 是不是会有影响吗 这个我说真的 现在目前所有人 那个在买套房 大部分都是租人家的比较多 那租人家的其实就不会去介意这么多 最主要就是地点好不好 大厅好不好 然后好不好租 这个投报率高不高 这个我想是投资者最重要的 那当然如果是自己住 当然会注意到这些小细节 可是通常来讲就是说 它是套房 那反正也实际讲 为什么会买套房 就是经济上比较没有那么的充裕 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 比较不会去那么的注重 因为现在很多标榜 一咖啡胸进去就可以住了那一种 小套房 对 但因为你空间就是那么有限 你只能够变得只在是 就像刚刚老师讲 大概你就是可能做那些一些变化 就是这样的一个变更而已 像我们现在那种小房子的话 基本上都是单面采光 已经算是很好了 有采光就很好了 像刚刚韩族住的是没有采光那种 韩族那个就是没有 租的话就是没有采光 不过说实在地 租物市场里面的话 其实他们就讲究了 所谓的交通方不方便这样子 但是能够利用的空间的话 他们都尽量利用 譬如说床底下 床底下也会用到 用仙床 对 用仙床的 这个底下的话是放了 可以放很多东西 像放衣服 冬天用不到的棉包 或者是羊娃人家送的礼物 通通都往床下摆 听说这个也会影响到风水 老师 这个有差 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要这样放 那么基本上 你的下面那个防水 就是防潮的部分要做好 如果你防潮做好 就不会有问题 比较怕就是说 你放进去 那底下那个板子 受潮 然后衣服也受潮 然后你就 发霉你也不知道 那整个空间里面 变成霉菌一堆 那这种就会不好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这样放 一定要 那个买这个能够 那个防潮的 防潮的那一种 对 你如果没有防潮 是这样子会累积在里面 没趣容易直升 所以老师讲得很对 就是信念的关系 其实建筑因人而设计的 所以必须要符合 人的一个特性在 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 我们要带你来看的 是位在巴黎观音山下 像八爪鱼一般的 丹下建山盛心女中 欢迎回到全能事务所 我问一下金金 什么样的建筑风格 是你喜欢的 我喜欢那个建筑 因为刚刚提到 必须因人而建 所以我希望它能够 跟大自然 跟我们喜欢的那大自然 结合在一起 所以现在非常的强调 人跟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 接下来我要带你来看的 是位在这个巴黎观音山下 像八爪鱼一般的校舍 这个校舍非常的特别 它是国际级的大师 丹下建山所设计的圣心女中 我们圣心会是办教育的 我们1928年就去了上海 一直到1952年被共产党给没收了 我们都要退了 他就给我个飞机票 这是三点钟的飞机 西北航空公司到台湾 然后我们的省会长一来这边 他就喜欢了 他说你看这边多好 后面有观音山 前面有淡水河 然后这边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地方 比较穷苦的地方 他说我们在这里办 正式开始规划是1965年 刚好日本正在发展一个 几乎在国际上面 也很有发言权的 叫做代谢主义 那丹下建山其实就是 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 我们大家都等着他开会 他迟到了一个钟头 为什么 他坐那个船 他不知道淡水那时候 船是这样的船 就在那飘啊飘啊飘 他说他要建立一个房子 他一定要看四周的环境 他要知道这个大学在这个地点 怎么在这个大自然的背景配合 他依那个山市有没有 把这个整个 有点像一只蜘蛛 巴在那个观音山的山坡上面 然后它是可以有机成长的 就是第二期工程 就可以从第一期继续接出去 所以你看它在那个转角很多地方 都会有一些服务盒 就意思是说 把厕所 楼梯间 还有一些门厅的路口 都摆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准备 可以接第二期工程 接第三期工程 那这里面其实它会有很多 很有趣的比如说桥廊 那桥廊其实本来串到那栋修道院 它之后如果第二期工程 刚好这条桥廊就去串过去 就可以是一条串联所有三级工程的桥廊 他说一个学生学习 绝对不是关在教室里 对着黑板 他说学生需要聊天的时间 自己思考的空间 所以他喜欢有长的corridor 绝对不是一个教室 然后第二个教室 然后第三个教室 一个学习是对开放的 你要选大自然 或者外面的环境 要帮助你的教育 我刚刚提到那个桥廊 下面的那些支撑的 我们说叫板柱 就意思是说 我觉得单下间山做那件事情 你看它一般来讲 我们支撑一个桥廊 不是做两台柱子就好了吗 它没有这样做 它有些地方是做 几乎用板柱 有的地方是这样 有些地方是这样 就意思说它刚好是成垂直 那空间我其实觉得非常好玩 那你都可以看出单下间山 其实它一直考虑了这个 在观音山这地方的物理器 就意思是说 可能有东北季峰 这个 比如说关于西塞的问题 我觉得它非常巧妙的 当它在做这个遮阳板的时候 它就你看 它做遮阳板 它会做一个 窗子开的地方 它做一个L型 因为阳光同帝就很过 我说东北季峰同帝就很过 他解释的是说 这边的风景非常的好 每个窗户 我都给你表一幅画 你可以从它的窗户打开 也都是它 我们现在今天餐厅的位置 你如果注意看它那个撤墙 这个开窗的方式 是有点折进去的 那我觉得是不得了 以那个年代 这样的设计密度 我相信我们的营造厂去盖的时候 心里想 如果他想说 这不是日本大师 他想说 如果这是台湾建筑师做的话 引到台湾骂人 因为那个增加很多施工的困难度 但我觉得 丹亚建筑不是只是单纯 来做这个造型 我觉得他做的东西 都让这个建筑充满了魅力 比如说那个餐厅后面 有一个逃生梯 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那逃生梯 排水 它的意象 也跟鸽子的意象有关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宗教建筑 因为鸽子代表天使等等 它设计密度高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进到里面的空间 里面的栏杆的做法 我就觉得跟船的做法是非常像的 就是说 那些微微的这种流动的曲线 栏杆的做法 有这种上来以后 还会这样转到 就靠我们这个地方 让栏杆虽然不是很高 但感觉上是很安全 为什么 那这样我们就会距离那个 会跌下去的那个空间 就会稍微远一点 或者我们在这个整体的建筑 比如说你在桥廊上面 看这个修道院 或过去的行政中心 你就会看到 其实它有船的意象 因为它象征一种 社会 共同体 一种东世纪的一种 乡镇的生活 一堆人在那个地方生活 可以自足自足 代表一个完美的社区 所以原来孙京女大 成立的目的 其实它是要做一个 综合的大学 它马上招收了两届的学生 后来就 没有真的通过 1970年就说大学太多了 专科大学太多了 有一些建筑它没有完成 听说丹亚建筑三切到晚年的时候 他都还建议圣经会说 应该把教堂盖住 盖教堂对建筑师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是一个最能够表达设计概念 也是一个有幸的纪念性建筑 所以现在的位置 每个造型都还空在那个地方 非常的可惜 我们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 希望每个学生都可以过一个快乐 还有意义的生活 有这个能力在这个世界上 做一个世界的公民 所有这些过去的 台湾这块土地留下的美好 我觉得都会变成我们 随后创过的养分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珍惜 这栋文化资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栋建筑物大约是在1966年的时候 设计完工的 当时的社会的话 大概民国五十几年 那圣星会在台湾盖了一个 这个圣星女子 当初的规划是女子大学 但是大学没有完成 那本来的设计图在旁边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单下线3所设计的一个 这个圣星女子大学的一个设计图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画面上面 所呈现的一个圣星女子大学 是只有黑色的这个部分 这是完成的 这是完成的 另外很多虚线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未来的规划的设计 全部都在这边 那原先的一个设计的话 其实在这里有一个教堂的预定地 很可惜 这个教堂的预定地 并没有完工 完成的只有黑色的这个部分 那刚刚徐教授也有说 建筑师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 要盖教堂 因为它是一个永恒的纪念 尤其最可以表现出 它这个意念的地方 对 许建筑师听说要盖这座教堂 对不对 你要帮他完成这个梦想了吗 其实今天的心 好像是小学生 然后来看老师的这个感觉 兴奋一定是有 但是就是你如果了解到就是说 丹下建筑师一个什么样的心绪上 来盖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的很谦卑 就是说来设计这个 盛心女中她完成是54岁 50岁她的代代木体育馆 已经是扬名全国了 扬名国具 她的业务多得不得了 为什么要来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 而且她有笔图 不是说她来了就让她做 听说那时候有法国 意大利 跟日本在净土 是 你想想看 一个大师 你们邀请我我还不见得去 但是她有笔图 所以你可以 由此可以想像她 对这个宗教意涵的一个景仰 其实她是一个女子中学 女子中学 她们之前学校有一个百合花的运动 游行 就是说全校师生自己拿一个百合花 绕着教堂 绕着学社 然后最后回到圣母的地方 祈愿祈祷 但这个愿希望是发的 能够为大众的 然后这样子 所以这个持续相当多 所以最后呢 就是说设计一些团队呢 她是希望说用百合花来郁郁 女性的一个坚韧 这个清新 还有这一个最重要的是呼吁 一个有机的一个形态的生长 其实你看她这一个花发的生长 它是一个单元就一直扩散出去 扩散出去的 所以她可以完成这整个构架 那刚刚在VCR看到了这一个 我们说这一个雨遮窗户 朝着固定的一个方向 然后来遮光 这边的墙面 我们是采取同样的一个方向来做 当然现在这一个 还有一个外观的透视图 现在建筑执照也正在规划中 因为这个确实是年代很久 新的法规 旧的法规交错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完成 不过这个说实在的 要设计这个教堂难度非常的高 那一块地区 其实教堂的预定地 原先就已经空下来了 那么一直到了这个丹夏建三 离开人世以后 他都一直希望说 这个教堂能够再重新再把它盖下来 那么当初其实圣星会 在这个修 要清建圣星旅宗的时候 孙姆姆还特别告诉我说 当时的资金是怎么来的 他的经费是怎么来的 是向全世界的圣星教会的学生 圣星学校的学生 跟他们募资 很多的小朋友是插着鞋子 然后赚一块两块这样子 然后把那笔钱拿来台湾 给圣星会来盖这个学校的 但是很可惜 圣星旅子大学的一个教堂 他没有把它落成 他没有盖起來 不过现在许设计师要设计 但是丹夏建三的一个建筑物 其实大家耳熟能详 甚至你到日本都曾经看过 那就是富士电视台 还有新都厅的市政中心 也是他盖的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我们要带您来看的是 世界级的建筑大师 丹夏建三的建筑 欢迎回到全南事务所 跟大家聊聊丹夏建三大师的作品 但是我们刚刚聊到了之后 发现其实这个圣星女中在的位置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龙米露嘛 但是后面这里其实很多的蒙阿婆 我想问一下林正义林老师 像这样子它会有冲突吗 就是它后面是坟墓地 然后这边盖学校 那虽然学校里头要盖 即将要盖教堂了 但这样子会有一些禁忌 因为那个地方是有一条龙 所以那个龙米露 是因为那条龙 所以取了 那个地方叫龙形 形状的形 那么龙形 那这一块板块 其实我给各位看 就是这一块板块是一颗钻石 你想想看 要一个板块要成为一个直线 那么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就很像一个磁场很强的东西 它会有结晶体 那这个结晶呢 基本上就表示这个板块的磁性很强 好 那这个板块里面呢 唯一被河流环爆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巴黎的这一块 所以古人认为巴黎的这一块呢 是一个好风水的地方 所以才会有很多仙人的这个铃骨呢 希望放在这里批印尺寸 那刚好盛兴呢 就刚好是在这个龙米露 也就是龙形这个环爆区 那龙形这个环爆区呢 基本上呢 那它是上面有一个条龙 那么往下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河道的是一个环爆点 那环爆的话就表示友情 也就是说地理上呢 它的能量是适合人 也是适合比较有灵性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了盛兴呢 它基本上它的地理位置呢 基本上是在一个河流环爆区 而且是本身的山的这个龙的磁性呢 特別的强 为什么会有古人会喜欢这一区做坟墓 就是因为它有龙脉嘛 它叫龙形嘛 前面就是一个龙米露 都跟中国喜欢的 那龙不是真正的龙 而是说地底下里面 它会有一种能量 那这种能量呢 基本上它除了电磁场提供给你之外 它还有一些量子 那基本上尤其是龙穴 你在龙穴里面 如果你许愿 那速度就会变得很快 所以智尔作为学校或作为教堂 其实是好的 因为它神智清明 学习的一个好地方 就是说这种能量 会让你头脑清楚 对 那神智尔你的灵性 更 不是只有头脑清楚 不是只有逻辑 你超越逻辑 你超越逻辑的部分 你还是要有敏感 所以教堂当然我们希望 这宗教是超越了理性的部分 那在超越理性的部分 那盖教堂 当然这个能量是足的 难怪我跟我们那摄影师 我们在这边待了一个下午 因为 为什么会在这边待 我们在 对我们坐在那边的话 那就是静静的看 它的整个光影的一个变化 那个太阳从观音山下面 下山 那这个日落夕阳 夕阳在这边的话 其实 其实呢 这边也是八大景之一 对 光影之 观音西照 对 直接照过来的时候 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那边 其实可以待上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你也看到很多的灵修的人 是坐在那整个 特意来到这个地方 是直接在那边灵修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感觉 感受出来说 它那个地方是完全的 既然不同的一个感觉 另外呢 它们在建筑特色上面的话呢 还包含的像是 它们那个墙面 每一颗石头 对 那个墙面的 抿石子 是跟地板的抿石子 完全不一样 大小颗粒 它从而是抿石子 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大小 对 听说它是为了要近看跟远看 给你不同的感受 所以很贴心的地方就在这里 不是只有选一种尺寸而已 它是很多种赛斯 这个洗石子在里头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代价界三 其实它的建筑风格的话 其实是随着日本的一个 转变的话 其实它有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 其实摄影棚现场现在有四个荧幕 四个案子 对 首先呢 盛心 黛黛木 聖玛利亚 这一个三个案子呢 是在建筑师如果是创作的一个分纪点来讲的话 它是黄金辉煌期 所谓黄金辉煌期就是说 你还没有真正的说成为国际扬名大人物 那已经 却已经超越了刚开始 只是为了机能而设计的那一段 你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养分 那你也有没有太大的包袱 你真的为了你的理想 为了你的心理所设计出来 所以其实如果我可以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盛心旅中 黛黛木跟这一个圣玛利亚 这个都是她在50岁左右 就是我们说黄金阶段 那她在三四十岁的时候 还是有点学院派 都以功能性为主的 发表一些计划 或者做一些景观的部分 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有问了我 说这一个东京都厅的 这个不知道怎么搞 这个个人感觉吧 他这个已经是相当成名了 非常大人物之大人物 东京都基本上来讲 它是相当多的团队 已经不是建筑师一个人在操作了 而且建筑师疲于奔命一些财团 政治都是要跟这一栋交在一起 你说它有多大的心思在这个建筑里面 我目前我个人可能我比较笨拙 我没有办法感受到说 这个东京都厅它有多大的 这一个单下健身的一个 精神 纯净的心在里面 所以如果是以一个建筑者的角度而言 我比较可以说得上话 大概就是圣心女中跟代代目广场 跟这个圣玛利亚教堂 你可以看出这 一个是教堂 一个是竞技馆 你怎么感觉说 它的这种流畅度 跟这一种 让人家看起来生起了一种喜悦 怎么这么相似呢 这个其实是跟它的创作 这个是它真的有花心思去做的一个案子 它是非常 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圣心女中 这一个教堂 这个原本也是 曾经拿来想说要套用 但是这个用在台湾 用在巴黎的山上 可能还是有一些些的困难 所以这一个其实它是十分之流畅 就建筑行为来讲 它是以一个薄壳 然后来做一个连结 也就是说它施工是有它的一个难度 建筑师它的这一个表面 所使用的材料是什么 因为它这一个材料 其实用得非常的好 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 它的一个线条感 以及它的光影的反射的话 它其实在这一边的话 它其实会呈现出 这个是金属 对 它是用金属 对 因为这个如果 我没记错 它应该跟我们十三号博物馆 应该是有一点类似 就是说我们巴黎 不是有个十三号博物馆 十三号博物馆 它的表面材 这个是相当耐久 然后它这个 当你从外观扬起的时候 整个心情被拉伸 可是你走到四年的时候 你又可以把你的心 给沉浸下来很谦卑 所以这一个特色就是这样 相当相当好 这个竞技馆的这一个案子 其实它几乎就是 看到这个案子 我又想到 丹夏天上那一支铅笔了 就是说它的铅笔它是 它是应该怎么形容 就是说它是一笔下去 然后就是说好像是 好像古代的武林侠客 这样一把剑招式 非常之俐落 好像自然天成这样 其实它这么一俐落下去 它里面解决了 其实是工程难度相相高的 大的垮距 是 所谓垮就是捕落柱子 所以那这一个 然后圆的部分跟这一个 它也不是说 在同一线的水平上 所以它这个拉 因为这张图 看的角度还是有线的 它拉到另外一边是一个 又是一个圆形 然后那个圆形 也不是同一个水平面 它也就再拉起来 所以我对 单下坚三的这三个 感谢观看